在全球多個國家投訴中共央視 這是關注亞洲人權的保護衛視 目前正專注的工作 他們成功的讓英國通訊管理局 Offcom撤銷了中國環球電視網 CGTN在英國的廣播牌照 3月8號 Offcom以違反公平、隱私和公正性規定為由 對CGTN處以22.5萬英鎊的罰款 並裁定香港兩名異見人士 提出的兩宗投訴成立 保護衛視創辦人達林表示 很多國家的媒體監管部門無法理解 為什麼不能把中共央視 當作普通的新聞媒體看待 尤其是他們害怕得罪中共 而Offcom的決定 讓事情向積極的方向轉變 也會幫助控制者們 可能會比較害怕 也會比較害怕 不過 英國《金融時報》4月9號報導 在英國脫歐後接管歐洲播放權的 法國媒體監管機構CSA對CGTN開了綠燈 允許它播出 根據歐洲跨境電視協議 這意味著CGTN可以在簽署 該協議的47個成員國家中播出 包括英國 而此前CGTN失去英國 這意味著在這些國家的播放許可 也同時失效 對此 保護衛視12號發出公開信 敦促歐洲電信衛星重新考慮 是否讓CGTN和CCTV4頻道上架 並指出中共利用違規手段 來強迫受害者自白 公開信聯書者包括13名被迫在中共電視上 公拍認罪的受害者 也包括達林本人 他曾在2016年入獄三週 後來被中共以國安威脅為由驅逐出境 CSA上週也收到了 由保護衛視提起的兩宗有關CGTN的投訴 達林表示 有信心讓監管部門撤銷CGTN 在法國的播出許可 但需要時間 是否也會被制定的 被制定 要探索的 被制定入法 以防禁令 因此 而降臨 因此 我們在美國的部門撤銷 做始終了 被制定的 被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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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林表示 他們的目標 不是簡單的讓央視在各國停播 而是要阻止虛假違規的電視認罪 為中國的職業工作人員 達林認為 中共採用的手段非常短視 甚至引起反效應 人們越來越關注電視認罪背後的脅迫和酷刑 不過他也提醒 中共在國際上正改變策略 為什麼會鎖定央視 達林說 除了之前在瑞典政府部門工作過 自己也是央視電視認罪的親身受害者 更重要的是自己身處海外 消息說 CGTN 之間還沒有提出在英國復播的要求 而達林表示 針對中共央視 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消息說 CGTN 之間還沒有提出在英國復播的要求 而達林表示 針對中共央視 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這裡的東西發生 這次在網站是想要盡量的 兩千多年 再一次 更加個夢想要盡量的 輪廓 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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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燈